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22号捐赠了华联县政府社会处一部仿式公务车 现场徐正位特别代表接受也颁证感谢状 希望可以借由捐赠公务车来协助社工的人身安全 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22号捐赠社会处一部仿式公务车 现场徐正位亲自出席与颁证感谢状 而这次捐赠单位包括国际统计会台湾总会等15个单位 以及个人共同赞助 集团借由捐赠公务车协助社工人身安全 现场徐正位表示感谢统计会各方益助善心 落实照顾弱势偏向理念 社工们经常南北奔波 感谢国际统计会捐赠华联县公务车 让社工师们免于担忧且受限于公务车的不足 相信社工们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更能够有效力提升服务品质以及安全保障 其实现在已经对于AIOT这一部分 是非常非常重视 但是人和人之间还需要有温度 而这个温度就必须要人与人的直接接触 尤其是在社会服务还有关怀这一块 所以我真的要谢谢我们花莲县政府 在有限的资源之下 我们的社工员 社工师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我想这个压力一定不亚于赵福员 因为我们的社工员 社工师是24小时不能关机的 因为就是以防万亿 所以我在这里真的还是要谢谢我们所有的通缉会的 我们所有的会友们 真的谢谢你们的看见 让花莲我们的这个社会服务里面更加的周全 而让我们的社工师 社工员有更好的设备 让他们在服务当中 家里也安心 自己个人也放心 再一次感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这个来到花莲 真的大口深呼吸 花莲县保护性业务繁多 平均每个人 负荷量近50岸 每个月每个家庭评估2到4次 让社工在服务当上相当的吃重 加上地理环境 偏乡腹地相当的大 南美辖场达137.5公里 4628平方公里 属于全县第一大县 社工室长成家父也感谢各方上线预计 让社工室在执行公务的时候更有保障 记得绝望 华之辈老